我记得以前在台北 我们有同修去摆佛书 佛书赠送摆一个佛书摊 摆一个佛书摊 然后他就回去 就是就做梦了 梦到那个寺庙 里面有一个鬼魂 就跟他说 说年轻人 你这是什么修行 我修四十年 你修几年 他说我修一年 我哪来呢 在座很多 他修的修一年 他说你怎么修的 我修四十年 比不过你修一年 鬼神他有五通 你的功德 还有你的修德智慧等等 有没有高过他 或者你私底下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 没有人知道 但鬼神都知道 何况佛菩萨 他一看就晓得你有没有修 有没有超过他 这鬼魂跟他说 我修四十年 比不过你修一年 你说上百难是什么 这是佛书 一本送我好不好 他说好 我那个同修起来 昨天这么一个鬼魂 你看我讲 他修四十年 不如我修一年 跟我要佛书 大家的同修就抱以轻木的眼光 了不起啊 你将来就是有大成就 什么等等 供高我慢 就起来 咱们没记住 人家跟他要一夜 第二天晚上睡觉 发高烧 睡不着 人家来 你就是跟他要一本佛书 他不是不给吗 然后他就到佛前寝室 所以要画一本佛书给他 他就选一本烧给他 烧就退了 到底什么是修行 修行是一直听讲 很多同修说 他每会必到 算不算精进 每会必到 我说你这样是比我还精进 我都没有每会必到 这样算不算精进 如果你每会必到 那就是没错 你有助到的功德 助到有功 那也许 你就是 护持这个道场 让他觉得 道物可以顺利的这样 推动 红展下去 有这样立他心 还是有功的了 但是算不算精进 在某个角度 机智近藏来讲 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动机 机智近藏的动机 我讲过 动机 修行的动机很重要 动机会把你带到最后的结果 我们大家都去 回想到 你愿正无上佛果位 对不对 你的结果如果不是佛的果位 那你就是要想想你的动机 是不是要调整 你学佛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你是真的带 要带这个解脱 或者是无我立他的心来听经 有这个动机 那算 那就是有机智进藏 没错 那将来也许 你就是有成就佛的果位的因缘 可是算不算精进 不算精进 真正精进的人 他是在自己的身与意 在自己的心绪上面 不断地要求 高度的自我要求 不断地自我检讨 改进 不断自我超越的人 真正精进是这样